牛是来了,朋友们,不光是牛,还是疯牛呢 不过先别激动啊,这牛是不是咱们的,是日本的 真的跟疯了呀,你看看日经二五指数这个走势好了 今天三万点,已经涨到了33年以来最高的位置了 本来小日子就过得挺不错的,这回过得更好了 因为天天都是跳空高开然后高走啊 早上一起来账户里就多了一笔生活费 你说这小日子能不滋润吗,给我忌妒的都面目全非了 咱们A股呢一直流行种说法 叫做缺口理论,高开留下了个缺口就得跌下去给补上 那你说日经这一天一个缺口的,立定跳远色的涨法 对咱们A股来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 而匪夷所思的地方远不仅仅只有这个 举个例子好了,汇率 人民币只要一贬值,咱们A股就跟见了鬼一样的扑通往下跳 日元呢,人家是十年贬值了一倍,三年贬值了50% 三年前一美元能换100日元,现在能换138日元了 那你说日元贬值得这么狠,股市怎么还能涨呢 怎么他们就没人说资本外流的这个事了呢 而汇率背后的利率同样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利息呢不到2% 而美国呢是5% 利差很大,所以呢专家们都说了 资金都跑到美帝呢去存钱了 咱们A股没人买了 但日本呢,他们的基准利率是负的呀 负0.1% 如果银行执行基准利率不加钱 那储户不带没利息,还要倒贴银行钱 这个时候专家们又说了 日本坚持低利率给市场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可是这个时候怎么就没人说去美帝那存钱的事了呢 你看人家巴菲特,不仅不把钱存在国内 还大笔买入日本五家商社 利用日本的低利息借钱去吃他们的高分红 想起来是不是挺不平衡的呀 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因为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虽然总说10年前A股3000点 现在还是3000点 可是日本呢,说好听点 他们现在是创了1990年以来的新高 说难听点,近30年来 甚至近40年来 日本股市都是在原地踏步的 从这个市里咱们能够得到什么结论呢 那就是利率也好,汇率也好 这些东西都只能是在基本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发挥作用的方向因素 而决定市场的基本变量是什么呢 肯定是经济增速 以及企业的盈利增长啊 那我们的经济从08年开始 就逐步的从高速增长 过渡到了中高速增长 这期间还受到了很多外界因素的扰动 所以呢咱们一直都是在3000点 而日本经济40年前开始失速 进入到了失去的30年 经过长期休整之后呢 虽然没有恢复 但现在出现了向好的苗头 并且确实他们的股市估值比较便宜 所以在漫长的下跌之后呢 最近就开始了一段上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这个事情或许就是这么简单 那至于资本要不要流入的关键 其实还是在于市场中 有没有你值得流入的资产呢 但如果说要像日本那样 跌到足够的便宜才值得购买 这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情啊 需要等40年 外卖快递网约车 这已经成了新的三驾马车了 可是现在这个新马车也跑不动了 你看现在不断有官方下场 发布网约车报和预警 提醒新司机不要再进来了 因为总共也就是5亿的订单 三年前呢 只有200万的司机 可是现在已经有600多万司机了 就算是从早跑到晚 平均一辆车也就是200多的收入 再把成本一扣除 估计也剩不下多少钱了 还有外卖骑手 也成了千万大军了 每天都有2万的新增注册 有很多站点已经饱和了 处于离职一个进来一个的状态 也不乏由本科生和白领去入职 那如果35岁失业了怎么办呢 去创业 董明珠这句话要放到繁荣时期 没有一点的毛病 可是放到现在 却是茅厕里面扔石头 激起公愤了 没有收入就不敢消费 没有消费就没有就业 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 那就更加不敢消费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循环了 所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刺激 打破这个循环 现在的大众信心以及经济循环 已经到达这个临界点了 重新建立起信心刻不容缓 而只有25%杠杆率的中央财政杠杆 则是拯救的希望 想要打破紧错循环 无非两件事 一个就是给有钱的勇气 一个就是给没钱的保障 那现在货币政策受贿于流动性陷阱 就算利率降得再低 水渣放得再松 大家还是会选择把钱存到银行里 不敢投资消费 那都不花钱怎么办呢 财政来花 没有就业怎么办呢 财政创造 怎么创造呀 把钞票装到玻璃瓶里 再埋到土里去 然后呢 再请工人去把它们挖出来 同时对外采购大量的玻璃瓶和铲子 接着告诉有钱人 前面那座山里埋着金矿 让他们摇人去开采 这么下来就业有了 收入有了 消费也就有了 其实呢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财政刺激模型 听起来挺荒谬的 但是有时候很好用 它分别对应着四步曲 第一步是硬钞加杠杆 获取大量的财政资金 第二步是财政花钱购买大量的商品和服务 创造就业岗位 第三步是下场稳定资产价格 最好能够制造一波股市的上涨 或者是主导一轮产业投资 换取资本的贪婪 让资本从银行流入市场 还有第四步呢 就是发给低收入群体钞票 当然了也不一定是说要直接的给钱 重要的是给一份安全感 投资福利体系 给低收入群体教育医疗保障 其实也是促进几亿人消费的关键之一 当然了 如果到了特殊的时刻 直接发钱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每个人努力工作 给全世界提供了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 可是到最后呢 却因为太努力了 生产的商品太多了 让我们自己陷入到没有钱花的困境 这个经济学的黑魔法 让我们无法接受 而魔法得用另外一个魔法去打败 恐怕是时候出手了呀 年初一美元兑换6.7人民币 现在已经可以换7.13人民币了 就在今天盘中 离岸人民币继续的贬值 一度跌破了7.13 所以为什么最近人民币一直在快速贬值呢 到底有多大的贬值空间呢 其实在去年人民币就跌破过期 不过当时美元指数都升到110了 而今年美元指数到104人民币 就已经跌破7.1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今年的人币比去年显得还要弱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要知道在汇率市场上啊 这个货币跟其他的商品一样 都是需求越大就升值 需求越小就贬值 那各国家货币汇率的变化 除了跟各国经济的实力 贸易顺差等等因素相关之外 跟利率的变化也会有很大关系 那这次咱们人民币的贬值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利差的扩大 怎么说呢 咱们现在经济复苏不是不及预期吗 为了刺激经济 央行是在引导市场利率下降的 而美联储他们为了解决通胀的问题 不是一直在持续加息吗 他们的利率是在大幅上升的 现在美元存款利息有5%左右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资金肯定就会更加愿意选择 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去套利啊 同样的 虽然咱们的出口还不错 但由于美元存款的高利率 使得出口企业们收到美元之后呢 也会选择观望 暂时不太愿意换回人民币 那反映到市场上就是美元的需求变得更大了 人民币的需求相对变少了 造成了汇率的下跌 那这个事情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原来一美元能跟咱们买到价值6块7的商品 而现在一美元能买到价值7块1的中国商品了 相当于咱们的商品更便宜了 这个事呢 通常会更加有利于出口 但不要忘了 同样的呀 咱们进口商品也会变得更贵了 而企业生产很多原材料是需要进口的 原来同样的钱能买到的原材料 现在也要花上更多的钱才能买到了 那么在这一进一出之间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 也未必全都是利好 那至于这个事情对股市的影响 确实呢 我们看到近些年 人民币跟A股的走势就跟难兄难弟一样的 因为咱们核心资产的定价逻辑 完全是跟着外资走的 但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 就是汇率啊 它只是在基本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发挥作用的方向因素 而基本变量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增速和企业盈利的增长 最后啊 到底这波人民币会贬值到哪里去呢 很多专家的判断是大约会到7.27.3 反正我觉得吧 目前这个位置确实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 美联储加息进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而中长期美元指数是一个整体向下的大趋势 而虽然说现在咱们的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但毕竟还是在复苏的进程中 只要房地产能平稳着陆 不爆发大规模的债务违约 经济肯定会逐渐的起稳 没准而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就有可能会出现一波比较温和的升值呢 光速破产的硅谷银行现在已经恢复营业了 可是这件事情带来的冲击还远远没有结束 美股银行板块现在是遭到了几乎史无前例的暴跌 比如说像第一共和银行 短短一周就从120元跌到30元 它的走势图上写满了两个字恐慌 甚至有很多人把这次类比为引发 2008年金融海啸的雷曼破产 连大金毛都跑出来说 这次是比1929年更严重的危机 那这有这么可怕吗 为啥美联储不抢救一下 而是要让它48小时光速破产呢 这个事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整体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我尽量简单的再把这个事情 给大家好好汇报一下吧 首先需要聊几个基本的知识 第一呢银行的利润主要是来自于息差嘛 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存款利息是比较低的 但是银行呢会拿存款去投资其他的资产 从而得到的利息收入是比较高的 银行就赚这部分的差价 由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比较高 所以银行呢通常喜欢借短放长 也就是吸收一些短期存款 并且呢去购买长期债券 以实现息差的最大化 第二呢债券的收益率跟价格成反比 收益率越高价格就越低 那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国国债 跟其他债券的收益率走高 可是价格下跌 而银行不是持有大量的债券吗 债券价格导致银行资产大幅缩水 如果把债券持有到期的话呢 银行可以不受债券价格下跌的影响 安稳的拿到利息 但如果存款的提取压力比较大 银行就只能提前卖出债券 承受债券价格下跌造成的亏损了 还有第三点啊 就是利率的变动呢 它会牵动着存款 美联储加息会提高存贷款的利率 通常的存款利率提高 大家就肯定更愿意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嘛 可是也有例外的情况 像硅谷银行 它的储户是以科创公司创业公司为主打 这些公司是非常缺钱的 那快速的加息导致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的收紧 初创公司很难再获得融资 就只好把存款取出来 应对它的流动支出 前两年的超级宽松周期 硅谷银行吸收了天亮的成本 几乎为零的存款 然后买了一堆的国债和地产债券 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需要持有到期的债券 然后呢大家吸来了 这些初创公司都跑去取钱了 那硅谷银行就只能卖出债券 好应对存款的支取 可是因为借短放长 造成的期限错配和债券价格的下跌 即便它抛债券也难以应对 其实十天前 硅谷银行就已经传出了取款困难的留言 这个消息一发酵呢 造成更多储户慌忙去取钱 然后就彻底的崩了 那为什么美联储完全不给硅谷银行挣扎的机会 而是让它立刻马上现在就地破产呢 因为硅谷银行继续抛售债券还钱的话 它自己不一定能成的过去 还会导致债市出现恐慌 债券的价格会进一步的下跌 从而把其他的银行也给拖下水 所以呢还不如原地把它给避掉 不给硅谷银行任何的把风险传导出去的机会 可是呢 现在情绪面的恐慌是已经传出去了呀 虽然硅谷银行规模不算大 可是大家又会猜嘛 所以就出现了现在这个银行股集体大跌 还有很多中小银行也出现了集中取款的情况 那么这个事最终会不会演变成雷曼时刻呢 目前来看概率不大 因为硅谷银行的客户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 它的资产负债表非常的脆弱 规模也远远不及雷曼 就不可能像雷曼一样造成全盘的连锁反应 此外呢 雷曼破产主要的问题是它的泡沫破裂了 而这次主要的问题是期限错配 就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 至于大金毛跑出来说 现在比1929年更严重 可能也是有所夸张的 估计它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给奥拜吃个苍蝇吧 那么从某种 这次的3000点可以说是有两大怪现象 第一呢是各种政策刺激 要什么给什么想什么来什么 但是呢就是没有用 这要是放在以前 政策火力这么猛烈 怎么也得收复一部分的阵地吧 可是现在呢指数就是躺在3000点摆烂 另一个怪现象就是 美国加息预期结束 美元下跌 很多国家的股市都反弹 但是咱们这儿是 人币一边升值 外资一边流出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两天大家都在热议又创了新高的印度股市 在过去20年里它涨了20倍 同期它们的GDP只涨了6.6倍 把A股的股民都馋哭了 那咱们就不妨参考一下印度股市做的好的地方 现在呢印度股市的市值已经逼近4万亿美元了 世界排第四 快要到咱们的一半了 但是呢它们今年退市的公司有200来家 而A股上市公司光进不出的现象 一直就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这两年每年上市几百家 现在已经有5300家上市公司了 但是退市的数量呢 2020年16家 2021年20家 2022年46家 都不到上市公司数量的十分之一 所以呢可以说它们的市值是涨出来的 而我们的市值是发出来的 目前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世界第一 融资额世界第一 但是投资者就是挣不到钱 然后再说交易制度啊 我们全部都是T加1 听着公平 但是散户的信息劣势显而易见 印度呢是散户T加0 机构T加3 让没有信息优势的小散可以先行一步 那减持制度呢 我们上市公司花样多呀 在不让减持的情况下 人家上市当天还能把票融给别人卖掉 而印度股市对于大额的减持有严格的规定 长期投资者在持有股票超过一年以后 第一年减持不得超过25% 第二年不能超过15% 第三年不能超过10% 直到第四年以后才可以自由减持 它相当于是把所有人都绑在了一条船上 不至于小散亏成狗 机构大股东赚翻天 可是呢 即便存在着这些制度问题啊 按理说只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 咱们这边的估值总得抬一抬吧 外资总能进来点吧 可是这次呢就是没有 海外看空的论据主要是担心咱们能否排雷 不要发生大的金融风险 其实为了解决这问题 国家财政再发力 可是呢像高盛等等的投行依然认为 相对于60万亿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和保交楼所需要的27万亿 1.5万亿的再融资额度和几千亿的新增开发商贷款 杯水车薪 所以呢目前市场其实也都在期待 12月份不是马上要召开两场重要的会议吗 不知道会上是否能看到超预期的政策 以前呢人们总是会说 房子不行了股市就该涨了 当然现在看起来恐怕只有房子稳了 股市才能稳呢 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财富 普通人的就业跟房地产绑定的太深了